玉里正在0918强症过后受到重创 造成不少民生出现问题 云林有一家知名的汤阿根业者 趁着10月2号星期假日 邀请其他摊商一起来到花莲义卖烤鸡 把邦天的所得通通捐出去 来救助地震受债户还有弱势团体 这个牌子给你 然后帮我把钱投到箱子里面就好了 好谢谢你 香喷喷才刚出炉的烤鸡 吸引大批民众抢购 因为大家都知道 老板要把赚来的钱 统统捐出来做工艺 你怎么会知道 出来是会买这个大扇购义 因为看到义卖活动 好好好 这这个很有意思 是 很感谢他们为玉里的付出 那有很多受灾户 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 一时马上得到资源 那现在多了这一个 这样一个义卖活动 可以让更多的受灾户 都可以收回 我觉得非常的棒 相信这样的态度 是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我也从心里表现我们特别的感恩 花莲玉里镇二号出现行动烤鸡摊商 准备捐出当日所得来政绩玉里灾民 烤鸡摊前一天还在台南营业摆摊 结束工作后连开五个小时的车程 带着同业一起到玉里来献爱心 我遇到玉里大地震这次的 那个受灾户比较多啦 然后小时候跟同业 就是说一起过来玉里这边 做个义卖活动 把一些 把今天全部的营业捐出来给 我们玉里当地的一些弱势 还有一些受灾户 大哥就邀请我们 要不要来这边义卖 他邀请我说 刚刚想到说 我们自己也是受灾户 我有几几人嘛 也是受灾户 我曾经有收过就是大家的帮忙 然后想说 我们现在有一点点能力而已 就大人哥一起来这边 头钱取牌零烤鸡 连续三炉几百只烤鸡 一下子全都卖光光 一起来义卖的大肠包小肠摊商 原来921的时候也是受灾户 听到有机会来帮忙玉里灾民 立刻赶来共襄胜举 灾后的玉里镇上 不仅飘着阵阵香味 也飘出浓浓的人情味 记者综合报道